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要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细化 对吧 如何去做 在做的时候控制施工速度 控制投料的数量 以及最后的质量标准 也就是我们的是否达到相应的强度 那么极量一般用的是碎石或者粒石 水泥用的是32.5G的普通硅塞水泥 粉煤灰的话就是二三级的粉煤灰就行 好 下面工艺流程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不当做一个重点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主线 首先的话就是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的话就是人才机 我们的机械要检查旧味 我们的材料要到位 对吧 你看 什么机械要安装调试 材料检验 原地面做处理要做香花的重装的实验 对吧 还有个什么装味的布设 我们到底在哪几个地方能做装 好 做好了准备以后 我们开始进行机具的旧味 不说了吗 用的是震动尘管机吗 旧味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尘管虫孔 就是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开始进行加料 对吧 一般就是边加料边拔 边加料边拔 所以就是分段加料进行震湿 当我们做到了孔口之后呢 就关机进行移击就行了 再检查一下它的强度 这样检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线 这个主线的话 是可以靠案例的一个补充题的 你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地方给你删掉 问你 旧味以后开始加料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去做成孔 对吧 钻到设计的深度 好 掌握住主线就行 你看它是边震倒边往外拔管 对吧 要保证是装体的一个均匀 然后呢 来看施工规定 就张国柱这四句话就行了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呢 首次的投料量呢 应当使混合料 面与投料口呢平齐 记着要装顶呢 超罐不小于0.5米 我们要保重装体整体的质量 那一般呢 装顶这个地方呢 就是超罐0.5米 事后呢 凿掉这个装头就行 那一般的就是边震动边拔管 对吧 拔管的时候呢 是不能反差的 大家想你做好了这个装以后 你拔出来了 你再插回去 你能保重原封不动的插回去吗 不能吧 可能会把这个装呢 给它直接切断了 啊 只要是装要做的时候呢 那都是间隔跳装 啊 隔装跳打 而且呢 新装和之前的装的话 间隔时间是不小于啊7天的 这几个数据掌握住即可 下面的检查项目一样 对吧 有三个呢 是通用的什么 装镜 装距和装肠啊 装镜 好 既然我属于水泥的话 那就得检查强度 我这是属于什么加固 所以呢 要检查地基的承载力 一样 我要检查什么东西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做好的水泥粉煤灰装 那一般呢 它在上面呢 是要戴一个装帽的 是要戴一个装帽的 好 这是已经做好了装帽的 之后呢 在上面铺设我们的电仓 铺设我们的路基做行 好 再来看钢性装 钢性装呢 稍微的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它有预制的 有线胶的 啊 一般呢 适合的是在处理呢 软土地基上 贺载较大 变形要求比较高的高路低段 啊 尤其是在什么 我们桥头与路低的衔接处 这个呢 我们在后边讲这个桥梁的时候呢 会出现啊 桥和陆地的衔接处会发生什么呀 桥头沉陷 同而导致桥头跳车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要考虑是用的是钢性装 有两个 一个呢 是预制的 一个是现胶的 预制的话就叫什么 运用力 火牛头 薄壁拐装 现胶的话就是现胶 火牛头 大直径拐装 好 了解一下就行了 既然说我是预制的 预制的话 那肯定提前把这个桥做好了 然后呢 用起掉设备把它调到现场来做沉桩 对吧 所以这个起掉能力的话 是要一大约五尊的 好 那用力环境后薄壁拐装施工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个桥 现在呢 要把这个桥呢 打到这个图体里边去 你要保住这个桥呢 是垂直向下呈现的 所以呢 要严格控制它的垂直度 一般呢 用经纬仪来进行控制 而且每根桥呢 一定是一次性连续的沉到控制高冲 沉桩的过程呢 是停歇时间不易过长 但是呢 这个桥呢有的时候呢 是十几米 对吧 甚至几十米 如果说我在预制的时候呢 一次性把这个桥做出来 你运输也不方便 起掉也不方便 对吧 那么一般呢 我们说是一段一段的 然后下沉的时候呢 达到信用位置上 给它做一个接肠 所以说有汉接接桩 接汉桩呢 用来饱满 满足三级汉桩的要求 那如果在沉桩的时候呢 遇到较难穿越的土层时 那接桩呢 依在桩间穿过该土层后进行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说一个东西比较长的话 你使劲往下戳 容易发生什么 断裂 所以呢 尽可能的先把它穿下去 短短的情况下 我再穿下去 之后呢 再去做接肠 下半的话 这个显示项目的话 了解一下就行了 你看 装具 装长 树枝度 单装重担力 等等 这个了解一下 我要看示意图 首先的话 在预制厂 我们把这个管阶 一阶阶的做好 对吧 那它在端部这地方有金属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 焊接厂的时候呢 有的是焊接 走的是焊接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次下沉这个庄间 对吧 防止呢阻力过大 所以呢 做成这么一个形式 好 再来看 线焊火牛土 大直径管装 这个呢 是线焊的 线焊的话 就是每次呢 在城管前 如果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城管 打到土地里边去 对吧 就在下沉之前呢 先在这个管里边呢 灌入高度 不小于一米的火牛土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封闭 防止呢 我们说打入这个空虚的套管 然后这个时候什么水 你的相关的泥浆啦 会进到我们这个套管里边 提前呢 先打入这么不小于一米的火牛土 就防止呢 在城管的时候呢 有地下水或泥浆呢 进到这个管墙内部 也是连续进行的 为了保重呢 装顶质量满足要求 一般也是超贯 不小于0.5米 在重装的时候呢 要取室块 室块的话 一般都是至少一组 一组呢要三个 这个呢 也会在后面讲 为什么要取三个 取三个的话 我们好去算平均值 测量其标准养护28天的一个抗压强度 下面这个检验项目的话 也是了解一下 对吧 什么抗压强度啦 装矩 装静和装长 以及什么树枝度 单装存在力和装身的完整性 这个呢不做重点强调 这说白了我们这个刚性装的话 你只是当着一个选择题呢 来做备考即可 好 再来看我们的第八个 第八个呢 叫做爆炸给余 就是呢我们通过放入炸药 那通过爆破令呢 把这个淤泥给它挤走 处理深度呢 是不一大约15米 那在爆炸前呢 应当进行一个什么呀 取得爆破作业需回重 找谁呀 找当地的公安部门呢 来进行核发 而且呢 进行爆破的话 一定是要持证上岗的 在爆破前呢 拉警戒线 警戒距离呢 不能小于300毫米 确保呢 我们这个警戒范围里边呢 是没有一些闲杂人员的 啊 每次的准爆率呢 不能低于90% 别说呢 我有10个炮眼 至少呢要爆破9个 100个的话那就是90 否则的话 应该重新补爆一次 就把那些哑炮 直接给它一块给它轰动 好再看陆地基隔离墙 啊 这个呢是隔离墙 有两个 一个呢叫做防渗隔离墙 一个呢叫支挡隔离墙 就稍微的注意一下 什么情况下 用防渗隔离墙就行了啊 它的适应范围的是 相邻的两个陆地之间 或者呢 已经建好的陆地 在从拓垮的时候呢 它们下面呢 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对吧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老陆地 这个呢是我们的新陆地 那么在座的时候呢 这里我们要进行排水 大家想如果这里排水的话 我们这里的水一块呢 是往这走的 那肯定呢 原有的路面呢 是会发生下沉的 对吧 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在中间呢 加入一道防渗隔离墙 你抽你的水 我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防渗隔离墙的一个作用 啊 所以呢 防渗隔离墙呢 在相邻的陆地 当带见陆地 才用降水预压 真空预压 强化固解等方式的时候呢 或者沉井降水 要去做的 是白了 只要有降水 我们就要采取防渗隔离墙 那避免呢 新老陆地之间联系 我们用的是指挡型 了解就行了 那如果说是防渗型的水泥搅拌桩的话 一般就用的是浆盆桩 啊 浆盆桩 好 我们在打之前呢 先在这个地面呢 铺设上一些坚硬的力量 我们在打的时候呢 把这些力量呢 打到这个软土里边去 就说白了一个呢 我只打你 一个呢在打的时候呢 往你身体里面呢 还有加入一些额外的物质 好 那来看 起掉夯锤用的机器设备呢 用的是履带式起重机 为什么用履带式啊 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软土 因为发生机械的呈现 所以呢 用履带式呢 扩大我的一个面积 对吧 减少硬力的集中 在强夯能机不变的条件下 用的是重锤低落距 大家想 我想把这个地方打磁式 那肯定是这个夯锤 越大越好 对吧 所以那叫重锤 但是重锤的话有一个风险 如果你提的高了 那我们这个起掉设备呢 容易发生翻车 这个时候呢 选的是低落距 我提一下 打下去 能够保证原有的能积不变就行 好 重锤低落距 那么在施工之前呢 我们也是要去做实验的 一般呢 取500平米的场地来进行实验 获取相关的参数 比如说单机的夯机 对吧 我打一下 获得多大能量 夯机的次数 我这一个坑打几次 能够给它打磁式了 那夯机的变数 我这一片 我打几遍 对吧 能够给它打好 然后还有什么 间隙的时间 你想想 我打一下 我是有能量的 这个能量散发呢 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说间隔时间过短的话 会导致呢浪费部分能量 而且能量呢 也会出现叠加 那间隙的时间 是挺好 好 这个参数叫什么 叫单次歇变 太累了 对吧 所以呢 好不容易修了七天的假 要单次歇变 所有的旅游九年 单 单机 夯机能 测夯机的次数 歇间隙的时间 变 夯机的变数 好 再来看两指的区别 那么在强行呢 适合的是碎石图 低饱和度的粉土 粘土 雜天土和软土 什么叫低饱和度 就相对的话 含水率的偏低的 所以呢我们的强行制化呢 适合的是高饱和度的粉土 那为什么 你想想 如果说含水率过高的话 你用这个强行 你越打 它越浮呢 你越打 它越浮呢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哎 强行制化 我往里边打入一些碎石的话 相对的话 会更好 所以呢我们的强行呢 用的是低饱和度的 强行制化是高饱和度 处理范围要重点掌握啊 按例的改错题 超出陆地的坡角 一般不易小于三米 什么意思啊 假设的话 我们说这里呢 是一块软土的处理范围 对吧 然后呢 我在上面呢 去填住陆地 我只处理这块就行吗 不行 我需要呢 那怎么办 往外走 这边走三米 这边走三米 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面 啊 超出坡角 不少于三米 啊 强行制化的话 也是一样的 啊 我只在这里打入一些强行制化妆吗 那这是陆基 不够 对吧 所以呢我要在两侧呢 各在加一排 所以从上往下看的话 那这是我们陆基 对吧 那这里呢 各超出三米 或者各加入一排啊 增加一排 直团状 左右两次各加一排 纵向上回一排 啊 在地基中呢 要摄入数量排水体液 地下水比较高的时候 提前呢要去采取降水措施 那么它的话就是 在桩顶呢 要铺设一层厚度不小约0.5米的力量电层 材料呢 可以与桩体它要相同 所以我们做好这个桩呢 在顶部呢 要铺设一个什么 不小约0.5米的一个电层 好其他的就是强行 那我这里呢 也是需要做一个什么 铺设电层 所以我这里为什么要铺电层呢 强行 还是来想 啊 我们啊 这里呢是软土 一锤子打下去以后 不仅呢 我的航空出现了 我两侧呢 也可能会出现隆体 所以呢 我们在那铺设电层的话 可以有效的防止 航空周围地面出现过大的隆体 同时 如果这个软土呢 它有水 所以呢 它的粘负性比较高 你航锤打下去之后呢 可能呢 导致我不好提锤 所以这个时候 在我们之前的地表的铺设一定厚度的电层 啊 就防止啊 过高的隆起 防止出现提锤困难 一般用的是坚硬的粗壳粒 比如说碎石啦 矿渣啦 卵石啦等等 为什么 防止你打碎啊 啊 然后呢 就打的时候呢 是主航 副航和满航 好 大家画一下啊 那今天我们一种好了 确定好了 这是我们的几个装味 对吧 或者是我们的航空 你先把这几个打完的话 这是我们的主航 然后呢 你再把一些遗漏的地方打一下的话 叫副航 之后呢 我们再整体的叠加一边的话 叫什么 叫满航 主航 副航和满航 这是一个顺序 啊 到底打多少次啊 一般呢 通过市航得到的航基次数 和航乘量的关系曲线来确定 现在就想想吧 你看给大家画一下 我们说打一次乘降量这么多 打两次乘降这么多 当打到四五次的时候呢 沉降量呢 不发生变化了 就代表哎 打这个次数就够了 对吧 因为你打一下 他沉降一下 打一下他沉降一下 当我们打到他不变化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这里打得很好了 通过什么呀 航基次数和航乘量的关系图来确定 好 再看强航置换 那也是通过现场施航 来确定航基次数 对吧 是由内向外隔航跳的 为什么 这是一块处理范围 你如果说由外向内的话 到了中间这个位置一锤下去 哎 力呢 是向外扩散的 导致周围开裂 那我们说 从中间向外打的时候呢 力呢是逐步的向外扩散的 而且是隔航跳的 那装体呢 跟前面一样 因为极配良好的什么 块石啦 碎石啦 矿渣啦等坚硬的粗克力 防止在打的时候直接给打碎了 好 这是我们说 强航和强航置换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案例题的一个主要的靠点 所以呢这样的话 我们把软土的一些处理方式呢 都给大家说完了 对吧 从前往后捋一下的话 希望大家在21年的时候呢 重点掌握的是哪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树向排水体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是加固土桩 粉喷桩和姜喷桩 第三个呢是水泥粉煤灰桩 外加我们这个强航和强航置换 这是我们案例的一个主要的考察方向 当然可能21年的话 它不在我们软土这个地方出案例了 但如果要出的话 基本上就这几个 基本就是这个 这是重点的 希望大家去关注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习题 说水泥搅拌桩 支挡型格力枪 是什么 用的是姜喷桩 而且人家说的水泥搅拌桩 水泥搅拌桩肯定不用力量桩 对吧 CF这种的话是水泥粉煤灰 所以相对的话就是C和D另外 姜喷桩 搅拌桩 再看加固土桩有什么 有两个 一个呢叫做粉喷桩 一个呢叫做姜喷桩 答案呢选的是A和E 强航置化 按照什么呀 油内向外 隔行 挑达 答案选的是A和C 下列土质中 不易采用强航法的事 读一下之后呢发现高饱和度的粉图 含水率比较高 你一打不就敷乱了 对吧 随着它适合的是低饱和度的 而不是高饱和度的 答案呢选的是A和C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目啊 首先的话说一下 标注H以及A所定用的数语名称 强行区铺式的电槽用什么材料 这个呢连看都不用看对吧 坚硬的粗壳料 啊 适用两种什么碎石啦 什么矿渣啦 这个呢就不用去看了 找出来事件一中存在的错误并改正 补充通过试航还可以听到参数 写出来 事件中强航施工的一个正确工序 只需要用数字编号即可 好 一块来看一下啊 某施工大部呢 重建了一个二级公路的路基工程 其中呢320-3650为高天方路地 高度呢为21.2很高了 对吧 地面以下呢有6米的软土层 所以呢用的是强横呢来做处理 水平分层填柱 事件图呢如图所示 这个图呢我们来看 先来看柱 本图呢单位呢以公分来计 两侧呢超宽填柱50公分 人说白了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超宽填柱 你看有虚线吗 代表呢事后呢我们要去做什么 削坡整形 所以中间呢这个路基宽是1200 那这是我们的路基的中心线 下面呢用强横呢来处理地基 好再去呢有A和B 我们来看 A的话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边坡太高了 所以要给他做一个分级 对吧 所以那这是什么呢 边坡平台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排水沟 好 然后呢这个H 你看H指哪 H呢指的是这到坡脚 有人说老师这是路基的高度 这不是啊 路基高度的话 你要可能指中先 你看我们指的是坡顶和坡顶 这是什么 这种边坡的一个天方高度 所以呢我们在前面一开始 就给大家提到过 对吧 指的是这个位置的事 指的是边坡的天方高度 好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就行了 啊 那路基的边坡高度 或者边坡天方高度 A的话就是边坡平台 用的是坚硬的粗颗粒 比如说碎石啦 什么矿渣啦 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写其他的 啊 施工中呢 发生了如下事件 施工单位呢 在已经碾压整平的场地呢 做好了周边排水沟 布设了数量排水体 铺设了电槽 场地选择一个施行区 面积200 对吗 不对应该是500 对吧 施行结束之后呢 在归的时间呢 进行了检测 啊 与行前呢 次数呢 进行了对比 以检验设备及夯基能 释放的标球 确定了间歇时间 及夯间距夯 夯基次数等施工参数 是吧 单次歇变 单 单基的夯基能 次有了 歇有了 变是吧 夯基的变数 对吧 缺这两个 然后确定了强夯施工工艺 强夯处理范围呢 为坡脚边缘 对吗 不对 还需要往外走三米 坡脚外往外走三米 所以呢我们的第二个呢 就出来了啊 施航面积错误 施航面积不小于五百平米 处理范围错误 应该什么呀 每次都要超出坡脚 不小于三米的宽度 施工参数是变数和单基的夯技能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排序的问题 啊 第一个呢是夯点布设 第二个呢是施工准备 然后场地平整 施航主航检查验收 复航和满航 对吧 有一个呢我们提到过了 就是先去进行主航 然后呢再进行复航 然后呢进行满航 578先放到这 那读完了之后 我们肯定就找个开始啊 谁是开始啊 仍然是准备是开始 所以呢先去做施工准备 对吧 准备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去做场地的平整 说白了所有的机械呢 都确定好了之后呢 去做场地平整 做提供一个工作面 工作面有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578就已经好了 那前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施航 可能会有一个航点布设 对吧 我们可以先去进行航点布设 然后呢进行施航 施航完了以后呢进行578 最后呢进行检查验收 但这里呢也可以怎么办 我呢先进行施航 通过施航呢来获取相关的参数 再来确定航点的布设 所以呢这道题的话 当时阅卷呢给了两个答案 23142341都对 但是后边这个5786的话 肯定是不能颠倒顺序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啊 23145786或者23415786都对 好这说的是这一个 之后呢再来看一下相关的要求 软土路基呢尽快安排 对吧 所以呢需要的顾接是 因为呢你想想我把水排走了之后呢 你下沉顾接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呢在进行填住的时候呢 要进行动态观测 掌握住我们的这个 这个的话在20年的时候呢 考了一个选择题第一问 对吧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二件里边呢 连着考了两年了按理题 啊要做两个监测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沉降监测 一个呢是水平位移监测 为什么呀好我来画一下啊 软土如果承载力不够的话 会导致啊我们这个路基呢 下沉沉降 对吧 下沉的时候呢 会对我们周围呢 做一个向外的水平位移 好沉降速率的话 24小时不大于10到15毫米 水平位移的话 24小时不大于5毫米 如果超过这个数值的话 我们要做好相关的控制 而且呢我们填住的时候呢 也要水平位移呢来为主 水平位移的话就已经开始失稳了 啊 所以呢要以水平位移来为主 超过这个标准的话 立即停止施工 这些桥台了寒洞了通道了 这些位置的话是 在沉降完成以后再进行施工 这个的话 我们逐步的往后学的时候就没有 而且前面呢已经讲过桥台和寒洞了 对吧 所以我们做好了桥台 做好了路基 然后中间的这一块的话 一定呢要等着 预压沉降完成之后再进行 防止呢我们填住好了以后 这一块再沉降 从而导致呢桥头出现跳车 啊 按照是要求的预压贺载 预压时间定预压 堆载预压的话 填料用的是上路床的填料 就防止出现混合啊 用的是上路床填料 好 分层进行填住压实 重点掌握住第三句话就行啊 第四句话 第五句话的话 当着一个选择题 进行进一即可 完成和上路床 好 旧路基呢拓宽的时候呢 要进行同步的拓宽路基和老路基的一个沉降观测 而且观测点呢在同一个端面上 就防止出现不均匀沉降 从而导致这个地方有开裂 有开裂 就行了 啊 来看我们20年 就是呢 我们在施工期间 铺角的水平位移 24小时不大于啊 5毫米 答案选择是B选下 好 好 我们来看这条题啊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就是像你说什么 其实构造物ABC的名称 其实来 我们背景资料中呢 振动陈光法的成装供应名称 问你呢 还有哪两种方式 为了保证呢 那软土地基的一个稳定性 填住是呢 还有什么控制标准 好 我们来看下背景 某事工大部分呢 呈建了一个二级公路的路基工程 路基呢 宽度是10米 其中呢 1600到1900呢 为软土 长度是300米 原地面呢 平坦 路基呢为填方 用的是碎石桩呢 来做处理 啊 输出图呢 所示 那这一块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一半的一个路基 对吧 然后呢 在这呢 有个构造物A 其实呢 这是个填方 没有做特别说明的时候呢 这里呢 就直接写排水沟就行了 但是呢 我们这道题呢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为什么 当你把所有的案例背景都读完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在背景里面呢 是有答案的 好 这个呢 构造物B 这个构造物C 但是有个人说 老师到底B和C是什么呀 你先来看 人家C呢 这里写的是厚度50公分 你又告诉你了 这里是厚50公分 随道先不要轻易地给答案 你先把背景读一下嘛 用的是正正成官法施工 针对碎石桩呢 进行了重装紧密实验 施工呢 先去开挖 赠红的排水沟 怎么办 已经有了排水沟了 对吧 所以呢 其实就是排水沟出来了 然后呢 将农田的水排干 并清除表层的鱼制坨 清击之后呢 先铺设0.25米厚的 极配碎石 并压石 然后进行碎石装施工 之后呢 再去铺设土工 革山 之后呢 再铺设我们的极配碎石 电层 就说白了 你看 用极配碎石 已经有了0.25米厚 25公分了 对吧 然后呢 再去铺设的话 所以呢这里能拿一个 构造物C是50公分 所以呢 它就属于啊 极配碎石电层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有个什么东西啊 哎 有一个叫做土工隔山 而且你会发现土工隔山的话 总好呢 在中中央左右 那下边呢 25上边25 对吧 哎你看 这就是通过B9呢 能够得到相关的答案 所以呢我们的ABC呢 就分别是 A呢是 应该是排水沟 改一下啊 排水沟 B呢是土工隔山 C呢是极配碎石电层 好 再来看 那成装工艺呢是这样的啊 先垂直就位 闭合装靴 将装管呢 沉入地基土中 达到设计深度 按照规定呢 向里边呢进行投入碎石料 好 边震动边拔管 拔管 高度是100 那然后呢 再向下压管 下压高度30公分 拔点压点 拔点压点 什么 要的重复压装 对吧 重复压装 那好了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哪个一次八卦 对吧 还有一个逐步八卦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重复压装 重装 还有一次八卦 逐次八卦 好 然后呢进行的是 中心地表沉降速率 每昼夜不大于10到15毫米的一个控制 这是沉降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水平位移 对吧 水平位移呢 每昼夜不大于5毫米 一个是24小时 昼夜的话24小时 基本差不多 所以呢不大于5毫米 好 这就是软土需要大家掌握相关内容